Lio聊四季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我是Lio 今天要來看斯拉夫人對上薩拉森人 這場比賽是阿拉伯天梯地圖 好那我們先來講薩拉森紅色 那紅色薩拉森他的文明特性 是需要靠這個市場去做買賣 然後達到一個優勢的一個文明 那他的買賣的成本來說是比較低一點的 會高其他文明便宜個大概2%還是5%左右 就是到了後期這個買賣會變得非常的有用 好歷斯打大後期沒有黃金的時候 薩拉森人往往可以賣自己的木頭跟食物 造成很可觀的財富 所以薩拉森人算是比較偏後期的文明 因為他前期的經濟加成並不明顯 因為他唯一經濟加成就是他的四級買賣 那要因要講他的前期的話 應該是要講他的工兵單位 他的工兵單位呢是可以有對建築物傷害 額外傷害的 他的這個能力是加2傷害 團隊的 這是團隊傷害 所以你隊伍裡面有薩拉森 你的小弓也會有這個加2對建築物的傷害 那大家當初看到這個能力都覺得 欸看這個弓箭手對建築物加2點傷害是什麼意思啊 弓箭手又不是那裡拆建築物的 欸這可不能這樣說 這個薩拉森在封建小弓打對方木牆的時候 是快到對方連修都修不回來的那種程度的 那我在以前的版本中也是很常用這一招 把對方吃到懷疑人生 就是對方完全守不了這一招 這一招死在打太快了 那最初版本好像是加4攻吧 那現在比較平衡並加2攻而已 所以這個薩拉森算是比較難上手的一個文明 那除此之外呢他的這個駱駝 駱駝血量也是比較多那麼一點點 那帝王駱駝是160滴血吧 但是薩拉森的駱駝 重裝駱駝卻有170滴血 如果我把這個銀罐狂熱點下去的話 170滴血量跟192有小 哇靠這個是怎樣 這個是怎樣 我剛剛想說這個該不會卡死啊 哇這個是細節操作拉滿 直接用這個椰子 欸這個要被關起來了嗎 欸沒有沒有直接出來 不然這個被關起來這個刺猴也是有點虧 好這隻村民也是蠻危險的 我就覺得怪怪的喔 這隻刺猴為什麼一直在這邊逛啊 邊講解的時候他邊搞事啊 那剛剛這隻刺猴呢 在前面當個路匠喔 然後後面有一隻野豬 在後面泰山壓頂喔 所以我把這個村民給頂爆啦 大概是這樣子喔 這隻村民也是食有餘故啊 好那我們繼續講這個斯拉夫人 斯拉夫人是種田效率很不錯的一個文明喔 那跟波蘭比起來喔 我覺得波蘭是比較快一點的 但是相比於波蘭這個特性來說的話 他算是 欸 耕田速度加10% 對齁 不管怎麼算都是波蘭比較快 呵呵 這個10%的速度跟 波蘭立即收成10%的食物 你們覺得哪個比較好 我是覺得立即收成比較有優勢啊 畢竟人家還是要把花時間喔 把這個食物採完這個10%的效果 才會跟波蘭一樣 但是波蘭只要一農田一蓋好 馬上就給你了 然後那個效果就真的差蠻多的 好 所以我覺得 斯拉夫這個農田加10%的效率 還算是不錯 那以種田效率來說 我覺得他應該是第二名喔 第三名應該是那個誰 高免嘛 一次遠農田 我印象都是這樣子喔 高免 欸 效率來說 不算成本的話 所以斯拉夫也算是 可以打騎士文明的一個選擇 那其實斯拉夫人他比較偏向於 騎兵步兵跟工程器單位的文明 那騎士的部分的話 最好是不要打重裝喔 最好是打這個貴如鐵騎 當輔助 不要當主力 那主力的話可以用這個擊兵 加這個雙手劍兵 或是這個劍勇 去當主力比較好 因為他的一個金冠 可以讓 可以讓步兵 有這個範圍傷害 所以這個王者四重 只要一點下之後 這個雙手劍兵跟擊兵喔 就會跟普蘭大洛馬一樣 一直塌一直爽 所以斯拉夫人 比較算是 步兵跟工程器文明喔 反正騎兵 並沒有那麼猛 我個人覺得喔 他的騎兵猛 是只有猛在這個貴族鐵騎 他的這個UU上 所以並不會說 他是一個真正的奇兵文明 我個人解讀是這樣子 好 那他的一個銀貫科技 是這個螺絲堡 可以用這個40%的 城堡的劍塔的石料 去變成木頭 所以本來一個 60% 650 石頭的一個城堡 剪掉40% 換成木頭 大概是只需要400 石頭的樣子喔 然後 200多木頭 印象中是這樣子 斯伊利果有些計算喔 顯得很複雜 所以有時候 我很難去記這個標準數字 因為每次去記這個標準數字 然後過幾天他會改版 然後我要再重新記一次 然後記到我後面真的覺得很累 所以我現在就記個大概 這個能力大概知道就好 不用去記得太精準 記得很累 每次都要記新的 好 這邊以上封建時代 這邊是薩拉森 欸薩拉森比較快喔 但斯拉夫這邊 欸等一下這個藍色 欸不好意思啊 藍色才是薩拉森啊 哇 薩拉森這邊 開場死翼之村民 紅色這個才是斯拉夫啊 好險我們在封建時代有發現喔 至少不是打到結束還沒有發現 兩兵也是看錯 哈哈 OK那斯拉夫人在大約九點鐘方向 那這個薩拉森呢 在兩點鐘方向 OK 好我們這樣記就好 好薩拉森這個圍法 算是比較標準的一個小圍 雖然他沒有這樣子圍到底有點可惜 但也是 怎麼說呢 比較算是保險做法 因為有時候你圍太外面喔 可能還是會被抓村民 好那斯拉夫人這邊馬上就種向農田了 因為斯拉夫這邊有農田的一個優勢站 越早種田對他來說越有優勢 好我們來看這個種田效率 到底有多快啊 好看起來這個速度還是真的有快那麼一咪咪的感覺 我就那麼一咪咪 10%真的是一咪咪啦 但是你要放到更長遠的後期來看 這個10% 算是滾雪球很強大的能力喔 因為世紀帝國裡面很多科技喔 跟這個生時代喔 都需要這個肉了 肉就是一切啊 然後出單位生科技生時代對不對 或出騎兵或是生的工程器的科技喔 全部都是要肉 所以斯拉夫人在各種爬科技的方面 都沒什麼太大問題 還有生時代 那問題就是 他的一個資源要怎麼去分配 我在這邊想要抓一個殘血的沒抓死 哇很可惜 越南斯拉夫他算是非常吃黃金的一個文明 他的這個工程器啊 什麼重頭 還有這個奴炮啊 這些東西喔 都是吃黃金的 雖然他的工程器有15%減免 所以並不會說耗費太多黃金 但是135-15% 還是要100黃金的 所以對斯拉夫來說 他的黃金怎麼消耗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而且貴族鐵器也是這遊戲裡面喔 黃金消耗量最貴的一個文明 他的一隻貴族鐵器要80黃金 真的很貴啊 雖然肉比一半的騎士喔 少上15喔 但是黃金是要80 一隻80的騎兵喔 真的是 有點貴啊 雖然一隻騎士也是75多5塊錢 好 那看一下這邊薩拉森 早早看一下4級 這邊要靠買賣嗎 黃金沒有太多人挖3黃金 然後出這個馬舊 馬舊肉馬 但是你們看這個食物量喔 直接斯拉夫高速起杯 700肉 那這邊再等個黃金 五個人挖黃金也差不多 馬上就要到這個城堡 Style 這邊直接用拳頭開敲 肉麻 肉麻殘血 哇射死一隻 哇本來想砍田 結果這個田是有中到一半的啊 這個刺口硬是吃了很多發箭矢傷害喔 那薩拉森這波的騷擾 算是無疾而終啊 他只能趕快撤退了 當作這個探路的飼養 不然就去遺跡喔 去找一下遺跡的位置喔 在那邊等對方去撿遺跡的時候 順便拷掉 欸 這時候斯拉夫 居然前置利用塔 居然看到薩拉森喔 這塊黃金是在前線 那算是比較好去做克制的一個點位喔 那這邊要趕快蓋這個料容塔 千萬不能殺出去喔 因為你只要一殺出去就會虧喔 那當然也不一定要蓋完 因為你一蓋完的話 這個料容塔位置就不能改 那這時候他有看到 在這個位置的話 應該會注意到 應該有看到 有 馬上趕快再蓋 他這個位置可以撕到這個黃金礦的地方 就很危險 但是這邊只有兩隻在蓋 所以一定是可以救著回來的 等下薩拉森不讓喔 應該是沒什麼太大問題的 這隻戳戳很努力 想要反抗 但是料容塔好像也要蓋起來了 趕快收村 先射村民 村民先射掉 哇 後面那一村 我要射死一隻村民 但是這個料容塔也蓋起來了 後續單位直接要射死了嗎 OK 射死兩隻戳戳 肉馬也要射掉了 再一發 哇很可惜 兩點刺頭 回頭剩下 水啦 但是自己的戳戳也被射死了 好 那後面就 把這個村民拉出來 好 直接出來開打 反正也沒肉馬 我就直接跟你打 反正這個戳戳也湊不湊人 後面還有劍塔在幫忙射這個縮縮 問題不大 OK 這邊拆得非常快 但是這邊劍塔沒有空 就稍微空一下 會比較好 OK 把殘血拉回去 然後用這個村民 繼續輸出 OK 進劍塔 雙倍箭矢傷害 直接硬打 這邊村民村民血量很低 沒問題 直接克制出來 OK 這邊反劍塔的教學 非常成功 但是你們要看 這邊是因為肉馬死掉 他才敢這樣出去打 如果肉馬兩隻都沒死的話 千萬不能這樣打 絕對會被肉馬砍成白癡 會很痛的 除非這一場上兵按得過多 那就沒問題 好 那一道聖寶斯 帶斯拉夫直接前線投石器 那確實 斯拉夫打這個投石車 是有減免的效果 不蓋白不蓋 好 這邊你直接看到騎士怪 這邊趕快蓋房子 趕快蓋 這裡 哇這裡有洞 趕快堵起來 苦宅口 哇 你是馬數喔 你怎麼直接把人家送出來 欸 說好的手接停喔 欸 不行啊 你這樣子 等下祝格亮生氣怎麼辦 OK 看來這個騎士喔 稍微去擋一下也並沒有硬打 好 但投石車塊準備好了 這裡只有一個料龍塔 可能會有點難守 但後面也慢慢開除PC來了 好 這個次我過來看一下裡面的狀況 裡面狀況目前是單TC 然後 說明直接過來印拳頭開敲 應該是要敲死 嘿 但是斯拉夫直接前壓砸一下 哇砸死一村 很傷 這邊斯拉夫已經賺到兩村了 投石車 再加上這個騎士給的壓力 非常的大 那薩拉聖的話可以考慮出生理喔 點這個救贖思想 去抵抗對手的一個進攻 只要點他救贖思想之後 工程器可以招想 我覺得對斯拉夫來說 蠻怕這一招的喔 那順帶一提喔 沙拉聖人也算是一個宗教文明喔 所以他的聖旅科技線喔 是全開的 沒有太弱勢的地方 弱勢的地方應該就只有 沒有特殊能力 沒有特殊能力就是他的弱勢 呵呵呵 他的聖旅是很普通的那種 但是優勢是技能全開的聖旅喔 那我覺得 薩拉聖打算有一個優勢 是因為他的一個黃金喔 可以很容易獲得 再靠這個市集買賣肉跟木頭 可以抽到非常大量的黃金 而且很早期就可以 就可以抽到這些黃金了 而且這邊還有駱駝 駱駝本身就是 抗騎士的單位喔 而且殺生駱駝的天生率 就多10滴血 所以這邊互靠的時候 駱駝有一個優勢在 然後再搭配這個生率喔 去增加這個射程 再增加血量 然後再點一下這個 救贖思想 可以造成對方攻城器 基本上薩拉聖前起的防守 就萬無意思了 那這邊 騎士直接往後拉描 硬打 該退的還是要退一下 這邊要回頭嗎 回頭打一下 這個直接堵口 直接上去扁他 拳套拿出來 趕快蓋 瞬間堵口 把這個屎坑給堵住了 不然又有太多奇怪的東西 跑進來 但是這邊要直接被砍爆了嗎 趕快圍 十強大十強 來不及休 兩個生女直接招響應招 但是這邊直接殺了進來 生女在右邊 直接在散步 第三隻生女過來也再繼續去招 但也有拉了三隻騎士喔 去硬砍生女 生女直接硬生倒地 這邊三隻直接招了一隻爪 但是也要砍死了一隻村民 哇 這邊薩拉算有點虧喔 被殺到了四村了 哇 可能要死第五村了 洛陀來不及拯救村民 但是斯拉夫這邊會這麼強勢 是因為他單TC阿 單TC的玩法相當危險喔 有點算是ALL IN賭身家這種感覺 就好像剛拿到 剛存到30萬的出收的年輕人 直接把他30萬的薪水 ALL IN在股市裡 然後就遇到今年大崩堤 這種感覺是一樣的 現在斯拉夫就是在做這麼危險的事情 他可能就是想試一下 看看可不可以投資這些騎士 去賺到更大筆的 殊不知 哎呀 今年遇到一個不好的景氣 剛好遇到薩拉森 薩拉森對騎士 又是Easy防守的一文明 但是這邊還在各種找機會 想要去賺個一筆 但是這邊又被他小賺 讓他小賺一點 他又重始了信心 這邊他就要放大他的槓桿 放大槓桿的話 就可能要賭身家了 那確實喔 斯拉夫現在是在賭身家 沒有錯 他正在賭身家 全部ALL IN 發大財 一直挖一直爽 黃金上億人在挖 天阿 太多人了 前面工程技也要出 生旅也要出 我全都要 他不管了 我就是要ALL IN 完蛋了完蛋了 這個 這個玩家有點血氣方剛喔 太衝動了 沉不住氣 這樣這樣不太行 我們看這些 四義立國老人 Viper啊 Hear啊 道特啊 這些他們都是蠻沉穩的 Hear以前蠻沖的 但他現在真的是 慢慢轉型 比較越沉穩 開始有Viper那種味道來 Viper他現在好像也三十幾了 也是 漸漸邁入了一個 比較沉穩的年紀 對於這些打法來說 越衝動的玩家 越覺得這種招式 越有效 因為他們會覺得 我以前就是這樣打上來的 就是要ALL IN 一波流 這樣打有什麼不好的呢 其實也沒什麼不好 就只是 你剛剛遇到這個文明 這樣打風險會很大而已 三隻僧侶 後面直接開來 這邊雖然有一隻慢慢損失血量 但是僧侶一直補血還不錯 欸 這邊僧侶直接往前走 欸靠 你無小說你在幹嘛 我想說 他是為了招後面騎士喔 他就一直往前走 他就說他怎麼不後退啊 沒有看到投死車嗎 他是不是直接把對方投死車 當吃素的啦 今天不開婚 說不知人家還是開婚喔 直接把這個和尚給吃了 後面三隻僧侶直接 遭翔 駱駕駛駡ro駣 露駍駕駛走 路駕駛也趕跑 路駕駛被 às到很傷喔 可是這邊呀 出聖慕有點困難 因為這邊修刀員被 綁在上方 如果要出聖慮的話 後面要蓋個修刀員 又再花175M的一個木筒去出 這邊 僧侶加上駱鎖騎士一個護砍 然後這邊拉了三隻騎士 砍後面頭車頭車砍爆 正面駱鎖直接砍 哇 這邊騎士直接被吃光 殺身 反制騎兵 大成功 駱鎖多死滴血 世界完全變了個掉 本來從超級發大財變成超級虧大財 本來是超級贏家變成超級輸家 斯拉夫現在就是這個狀況 這個城鎮中心 現在才補 哎呀 前線打輸了 我才想發行 不行 我前面誇了一筆 我開始要輸了 當你輸的時候就是要漸入加進的時候了 千萬不能再衝了 你越衝 越會爆炸 所以我覺得玩世紀立國也可以有這種 也可以學到一些理財觀念 就是該停損 該 該放棄的一些決賽也是要放棄喔 不能這麼鐵頭這麼硬喔 黑拉以前就是頭很鐵的那種 堅持不轉兵 騎士要跟幾兵打鬥兵的那種玩法 但也確實喔 也讓他爆出大量騎士 年過好幾場過 其實RTS一直有個笑話 如果你的單位會被課 那一定就是數量不夠多 這個笑話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數量夠多的話 確實喔 就算你被對手攤口還是有人打得贏 之前有個觀眾在我下面留言說 火槍兵並不是打不贏工兵 之類的吧 還是打不贏啊 他是說火槍兵 西班牙政府者 並不是打不贏毛兵 我當然知道打不贏毛兵阿 並不是打不贏阿 而是打起來很虧阿 但你一虧久了 你終究是要輸的阿 就是這個道理阿 年輕人都會覺得說 反正單位打得贏 就算虧了一點也沒關係 到底是要打得贏 單位一時之間贏並不是真正的贏阿 要長久的贏才是真正的贏 所以對我來說 戰貓還是 西班牙政府者還是打不贏毛兵阿 因為打久了 注定還是要失敗 那注定會失敗的事情 那還算是贏阿 對我來說 這個遊戲的理解是這樣子 哇這兩隻騎士怎麼砍這麼久阿 還在砍 哇這被殺了23是24村阿 哇 欸這邊只靠一隻騎士去砍 然後這兩隻騎士直接無雙 哇 把對方家裡的農田當打費自助餐吃到飽 一直吃一直爽 好 駱駝直接開進來 哇 駱駝駝駝駝要重擊這裡 趕快跑 要為嗎 不為 不開TC OK 目前斯拉夫直接4TC開農 本來單TC強軍士突然轉型為農 農民型玩法 阿這個轉型有點大膽 農就算了 還直接開4TC 但我覺得他開得不錯 因為4TC這樣開的話 如果說我應該爆炸 因為會沒有兵 像他這樣子喔 阿他確實也是沒兵阿 哇他沒有兵直接ALL IN 哈哈 這個這個這個狠狠 這個非常狠 哇 直接插你的主金 那確實喔 這個打法跟天空熊有點像 天空熊講過 當你經濟輸別人的時候 就是要痛擊對方的時候 好 你唯有用你的軍事當位打回經濟 那你才有機會 當你打不快經濟 你就可以自己 右上投降 那目前看來薩拉森 還是有慢慢打回來的跡象 那聰明室我稍微領先 但薩拉夫控這個主金 會讓薩拉森不太好受 那這邊可能趕快去挖這個黃劍 欸這邊想幹農田 結果直接被薩拉森直接滴掉嗎 欸還是他自己滴掉了 然後在前線 又幹了一座城堡 哇這個就是羅斯堡壘的威力嗎 那他有沒有點我也不知道 好但是這邊直接硬蓋可能會來不及 因為對方已經蓋了一半了 這邊後手蓋城堡時間太慢 雖然後面有駱駝在反擊 但是這邊血量差距很大 一半的時間已經提早蓋完 直接躲進城堡裡 那這邊聰明可能會被射成白色 這裡硬蓋的話損失的聰明數會非常非常大 但是後面有城堡 雙城堡這邊硬砍 這邊駱駝不跑嗎 這邊後面還有個城堡在射你的駱駝 趕快跑啊 好趕快來抓上面的石頭 雖然這邊也蓋起了城堡 兩邊從對射距離有夠近 直接頂下一堆炸藥桶 但是斯拉夫人這裡 卻沒有按下炸藥桶 沒有黃金 因為剛剛拉太多村民 去前線蓋這個城堡了 所以黃金挖的人並不多 但是這邊也是被殺了蠻多村民的 說明書目前是99村 100村最上90村 這兩座連環寶 成功的殺到了 殺了生的一個主要經濟 控到一個TC之外 這一大片田全部不能中 不能中之外 這個阻境也被控 只能說 誰慘 殺了生本來有優勢在了 突然打一打優勢慢慢就不見了 這邊 駱駝再抓一下這邊 村民 但是後面衝車開過來了 炸藥桶再復炸 大便會先炸一下 非常刺激 村民又被砍 或著在後面找機會 兩邊都在玩 爆爆王 你爆我爆 大家抱一直抱一直爽 再來一隻自爆兵 再抱一下 騎士過來硬拆衝車 衝車硬拆 但是出來的村民開始修 修城堡 但是後面有騎士跟駱駝 然後剛好還有救護車經過 是要來載這些村民的嗎 看起來不是 看起來不是 應該是來救炸藥桶的 太殘忍了 一直送炸藥桶 兩邊再送 完蛋 駱駝 加騎士 加炸藥桶 再炸 他收進去了 看這個救護車來的很準手 直接把他接到城堡裡 滿急死的 好那這邊騎士再度往前 但是這邊的衝車可能是要爆了 但血量一直沒有修 這有點危險 血量被壓得很低 好那斯拉夫這邊開始出騎士 看來是沒有打算先上帝王時代 那薩拉森也是全力在挽救 但下面這邊再蓋了一個城堡 本來這裡也想要再壓個寶 結果直接被壓在臉上 直接吃城堡的箭矢 村民直接四處逃窜 衝車又慢慢開了過來 但是血量越來越低 炸藥桶還在炸 獎邊的血量都剩不多了 那薩拉森城堡的血量只剩486了 還好不要再多一滴 不然就糟糕了 185 那他應該很喜歡雷姆 這個城堡 欸幹 爆啦 呵呵呵 完蛋 這個來不及蓋下城門 直接爆炸 大聲再爭奪城堡之戰 欸你哪是上帝王的 欸 我都沒有注意到炸雷斯上帝王欸 哇這邊帝王上得很急死喔 但是好在一發來得及嗎 可能修得回來 因為修得村民很多 而且只有單巨頭 可能要上巨頭才修得回來 可以嗎 哇 還是喔 貴獨鐵騎 硬起你臉上 那貴獨鐵騎的話 擋駱駝的效果還不錯 雖然還是被駱駝單位克制 但是他很有效的 去對這個駱駝造成傷害 因為他本上的近戰防禦很高的 那駱駝的一個缺點 就是近戰跟機力低啊 雖然他打這個奇兵單位是額外傷害 所以這個能力對他來說 大家都覺得可能無傷大搖 但是遇到貴獨鐵騎的時候 你就不會這麼講了 那真的是一個字喔 硬 非常硬 比我的 沒事 真的是硬 你看他們騎士在那邊砍 跟他們抓癢 六防的騎士 那騎士有幾攻 十一攻 砍一刀五滴 等下多少滴血 一百二十滴怎麼辦 你要砍多少下 對不對 你要砍多少下才砍這個騎士 貴獨鐵騎在後面直接一直敲一直爽 直接拿出他手上那個流星錘 你是流星錘嗎 還是狼牙瓣喔 其實我不太懂 貴獨鐵騎到底是拿的是什麼東西 感覺是比較接近狼牙瓣的東西吧 貴獨鐵騎 還在敲 還在敲 好 這邊有這個TC加持傷害比較高一點 這個貴獨鐵騎擋的真的很久 終於擋下了 好 但是城堡也是受不了三巨頭開敲的一個威力喔 巨頭只要有三台 怎麼樣城堡都能搞定 好 那是貴獨鐵騎跟騎士在下面又再繼續騷擾 這邊要收村嗎 這邊人太多收不回去 這邊還好多出死三個人 好 那斯拉夫可能要找個機會喔 趕快上這個地獄龍時代比較好 不然要地獄王打城堡了 虧一隻虧喔 虧一隻鐵騎慢慢往外開得出去 看來戰線不能往前 斯拉夫在外面開了這個TC喔 要來嘗試喔 強奪 斯拉拉森的一個 這應該是主石了吧 欸對你直接幹人家主石欸 這麼狠 好 那這邊 斯拉夫自己外圍的一個外屍喔 哇差不多了 那這個石頭還是要搶回來喔 沒有這個石頭對斯拉夫還是蠻傷的 最近斯拉夫可以靠買賣 去把一堆石頭賣掉換黃金 然後再調整資源 所以有石頭 就算不蓋城堡拿去賣也是很賺的 好第三台 三台巨頭開了過來 要來直接硬拆對方的TC 騎士在這邊守 那這邊會出駱駝嗎 還是不出呢 但是斯拉夫其實現在很窮 沒有太多錢 OK這邊有位置可以直接從外奧來拆巨英托斯基 但是被這稱爆給威嚇跑走了 上面巨英托斯基還在炸 炸光 好 搞定 三角騎士護盤 輕騎兵 這邊硬拆是什麼意思 看不太懂 騎士想要跟輕騎兵 不是 輕騎兵想要跟騎士打 這個怪怪的 那個人家的裝備跟差距很大 除非後面有幾隻級兵 我去硬拆可能還有機會 好 沙拉森這邊轉出了重型駱駝 跟輕騎兵的升級 那沙拉森這邊經濟好慘 村民被殺太多村了 被殺了56村 那村民數只有122村而已 但斯拉夫人已經是179人口 181了 那有150村民喔 村民數是非常多的 但經濟起來之後 可能打算低一些村民喔 或是村民不能再按了 哇你怎麼一直按一直闖 那個村民真的是按過頭啦 好那這邊被殺幾村可能也是無傷大雅 但這邊控金控的還不錯 距離頭實機可能趕快再移動 像目前沙拉森控圖 算是比較落後一點的 斯拉夫這邊控金控的還不錯 你看黃金都有挖到 而且這邊石頭也是挖了一陣子 然後上面這個竹筋也是一直挖一直爽 那如果要打這個疾病的話 可能要點一下這個強弩 畢竟沙拉森的工兵是蠻厲害的 有強弩也有拇指的話 該打的都能打 但就是他的工兵沒有什麼太大特別的 特別之處就是對建築物造成外傷害 但對斯拉夫人也是很OK的 那如果斯拉夫人要克制強弩的話 最簡單的方式就是出這個 重型奴炮 加上重型托石車 直接硬砸掉這些強弩 就沒什麼太大問題 好這題就是直接過來燒了 新騎兵也這裡想要砍 但是斯拉夫加里的一個聰明 聰明都有騎兵在防守 反倒是殺生加里 並沒有太多人可以守的感覺 所以駱駝直接集結 但是又跑到滴蛙之處 直接被斯拉夫人高打滴 所以駱駝感覺有點打不開 感覺有點奇怪 為什麼駱駝會打出呢 我相信你應該也很納悶 因為你是第一處啊 好旁邊再補一下更多駱駝 就慢慢打回來了 好這裡還有更多信息兵在騷擾 好 喔齁 駱駝的話可能花一隻蛋比較好 好終於想到了 要把這三巨頭拿出來拆 應該是有看到擊兵往回救才敢出來的 不然隨便往外派啊 很有可能就會直接被這個擊兵跟貴族鐵切 直接硬拆掉 好那這邊終於拆完了 等一下二級色跟蛋倒雪 殺生這邊突然轉攻兵 轉攻兵的話 那斯拉夫真的只能轉攻兵器咯 不然他這邊再轉這個步兵 王者絲童那些有什麼沒的 或者是再出貴族鐵切 都是被射爆的 貴族鐵切他的硬度是只有近戰防禦很硬 他遠防並不是那麼高的 好三巨頭應該要拆掉了 雖然是第一打高 但是沒有問題 修的村民不夠多 而且這邊還有駱駝在防守 這邊貴族鐵切直衝巨型投石機 有人會修嗎 沒人會修可能會送掉 可能再一刀就倒了 哇靠 直接打爆 兩台嗎 看不到 OK三駱駝直接硬拆 這邊的村民 駱駝加騎士 開始帶圍巢了 薩拉夫 薩拉夫這邊 經濟有點太膨脹了 三千多木頭 三千多木頭 你是想要出什麼 出點 工程器如何 工程器很吃木頭 可以考慮一下 但是要升工程器的話 也要升這個重型 工程器的升級會比較好 不然原始工程器的效果有點 差人強硬 好 中型駱駝封的三級好了 但是這部工法完全沒有點 攻擊力沒有點 防禦力是有點 攻擊力是7加1 那有人會說 帝王駱駝跟薩拉夫哪個比較強 雖然薩拉夫駱駝非常多 但是帝王駱駝起 還是有160滴血 而且帝王駱駝的攻速 還加這個25%的效果 所以能慶了一舉 就把對方的駱駝 當成菜來切了 等到飾量過多的話 打這個血肚的薩拉夫駱駝 沒什麼太大問題 OK 強牛點好的話 血液有 這一波交戰 駱駝上去硬砍 新騎兵這邊有點送 反而可能是想要只是衝農田 因為下面這邊也在衝鋒 兩邊都在衝鋒 但是上面被阻止 但家裡有駱駝 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所以一個人死了幾圈就能搞定 這邊直接再往前再慢慢推 非常多的一個吉兵 吉兵到箭矢很快就倒地 後面還有城堡 這邊硬推的話 可能會死傷慘重 薩拉夫人會直接原地衝鋒 這邊打算還是要撤退一下 結果一撤退 這邊石頭挖一挖 直接往前想要蓋城堡 來控制一塊石頭 但是後面還是有很多隱寬 後面這邊村民還是被騷擾 但是這邊不知道有沒有控場 直接在砍農田 前線這邊新騎兵也沒控好 兩邊的馬都沒控好 完蛋 薩拉夫亂正角 明明剛剛經濟還很好 但是殊不知現在有點怪怪的 風向突然倒一片 突然薩拉夫一時之間不知道該出什麼比較好 他可能有點被打到突然懷疑人生 強奴怎麼辦 強奴 你現在才點這個羅斯堡壘 不好意思 現在才點 王者四重也是現在點的 我搞錯 原來他根本沒有點這個羅斯堡壘 製作一個連環寶奇妙 OK 羅佛開始正面包夾 OK 王者四重點下之後 這邊急兵就有大範圍的擴散傷態 但是對攻兵沒什麼太大意義 因為叉子終究是個叉子 他並不會變非叉 所以這個叉子就算王者四重殺身 但這邊只要控好自己的一個弓兵 問題就發大 胡 好 冰寶奇妙帶護武頭 但這個殘寶是高利殘寶 所以血量降著很慢 堂弩在旁邊在cover 但是這邊肉馬沒有打完 血量好一點 正面的話還是要靠一下這個急兵 去防守 但急兵防守 致命的缺點就是怕奴兵 奴兵你該怎麼辦 你現在沒有任何當中可以解奴兵 剛點的科技完全跟解對方奴兵 沒有任何半點關係都沒有啊 什麼羅斯堡壘 什麼王者四重 這些東西都沒法打光兵啊 欸 欸欸 突然可以打了 欸欸 瞬間打臉欸 王者四重直接上去硬點強弩啊 那強弩剛剛也在硬點巨頭 直接突然戰況翻轉 雙城堡靈環寶 直接防守這個高地 但是駱駝直接被硬插 被插得很不舒服 可能要趕快撤退了 被鋼到一個不要不要的人 你再不跑的話你真的是要鋼烈啦 好 駱駝直接走到城堡裡 走到小房間裡多人混戰 這邊有非常多駱駝兵跟兩個村民 這兩個村民有點辛苦 要對付這麼多駱駝騎兵也是不容易的 好 那下面這邊也在玩玩的開戰 有這個衝車在慢慢硬頂這個TC 大量的騎兵直接到薩爾森家開Party 這個Party能不能開成功呢 薩爾森在努力的參加這場Party 能不能把這個Party辦得越大呢 好 越來越多駱駝在家裡聚集 但是外側越來越多地方被打 正面騎士直接上硬砍城堡 這個What the fuck 直接直接砍城堡 不是騎士喔 這個洛馬 那我們開頭有說 斯拉夫人這個種田能力就是特別的強 所以他這邊爆洛馬我覺得也算是合理了 反正我種田都是強 用洛馬跟你換經濟應該是問題不大 但是薩爾森也有這個後期寶法 就是這個四級買賣 薩爾森的四級買賣在後期是非常強大的一個能力 可以用少量的資源 換取大量的黃金 那這個遊戲很單純喔 誰的黃金多 通常勝率就越高 但也不一定喔 有些人也是常在職業比賽裡 抱著大量黃金死去的人 也是大有人戰 所以西帝國也是需要一點戰略的手段 我不是全靠經濟 那薩爾森這邊要怎麼打出正面這個破口 就是關鍵喔 下面有更多洛馬開始串 但是這邊有洛馬的身 欸這個不是身 這個 重型駱駝 重型駱駝應該下面還是還可以打 但這邊強弩直接被硬貼上來 有點吃不太消 直接後退一下 好駱駝直接過來支援 但下方大勝是不是快頂不住了 強弩 強弩在嘗試反擊 大勝落魄 還能打嗎 好疾病點出來了 大家可以分這個重工長槍兵 好還有這個 鼓風也點掉 能解掉這個嗎 巨型同時機拆到可以 順利點掉敵方巨頭之後 把自己家裡面 在開Party的強弩全部拉出來 硬點強弩點掉了 好那城堡應該還有900多地 應該不會直接送掉 問題不大 問題是前面這一堆部 被直接硬上來砍 哇那邊要小心喔 因為那個疾病 雖然你打這個強弩不痛 但是 經濟已經崩塌了 薩拉森打出了GG 薩拉森最後靠著這個大肉馬 加上疾病的王者四重 都可以擴散傷害 硬戳跟硬吃掉這些強弩 那讓薩拉森後面經濟直接爆炸 要出一個駱駝防守 但是家裡的經濟已經快沒了 只剩94寸 只能打出GG 薩拉森這邊居然沒有出頭車跟奴炮 我覺得有點意外 單只靠這個疾病就直接搓爛對手 看來薩拉森這邊還是蠻有餘力的 去打這個疾病垃圾兵作戰 那黃金全部都獻給科技 並沒有再出更多的一個黃金兵種在反擊 那我覺得這個打法也算是不錯的 援兵疾病 薩拉森來說是很強的一個單位 王者四重真的很猛 好來看一下經濟 經濟是薩拉森木頭跟食物銀 那食物贏得很多這很明顯 這個10%加成是加蠻多的 那這邊木頭也是直接輸一萬 那這邊經濟會輸這麼多是怎麼一回事 因為薩拉森有點這個三級雙人巨 那除此之外呢 他的一個二級伐木也比薩拉森早點 薩拉森是在35分點 那薩拉森是在27分點 這段時間差距也是蠻大 那到後期他這個三級伐木自然就會直接起飛 那薩拉森由於比較晚上帝王時代 那手推車也是比較晚點 但是薩拉森是中盤時候踩點更晚 所以他經濟到後面會這麼慘 好像也是蠻正常的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那請大家再幫我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